HELLO 大家好 我是Guyi 身為一位健身youtuber吃戀水就是我的人生大事 目前健身領域中有分兩派 第一派 不看飲食只看熱量 只要每日攝取不超過總熱量消耗的食物 不論你吃什麼都不會變胖 第二派 認為選擇比努力重要 儘管飲食低於每日總熱量攝取 但如果都是高糖 高脂 高油的重度加工食品 還是很容易形成體脂肪的囤積 以上兩種說法 你比較相信哪一個呢 按照第一派的說法 只看熱量 就算每天都爽吃素食 漢堡 薯條 冰淇淋 炸雞 可樂 只要不超過總熱量攝取 每天持續健身 我一樣能維持良好體態 你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就算你的體態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但是你的內臟 心血管 皮膚 毛髮 精神狀態 是否也不會受到影響 於是我帶著好奇的心來實測這個 從體不體態的問題 擴大到健不健康的問題 我決定這個月只吃素食 這次的素食挑戰呢 我會嚴格的遵守每日的總熱量攝取建議 我每天健身時間大約90分鐘 日常活動量並不算特別高 因此我的TDE落在2900大卡左右 所以這一個月我每天都會把飲食熱量 控制在2900大卡左右 不多吃也不少吃 這2900大卡完全只從素食獲得 包括乳菌蛋白 魚油 澱麥片等等的額外補充品 完全不懂 下個月再見了 MyProtein 從原本對營養素斤斤即叫的健能蓋衣 轉變為只看熱量完全不忌口的快樂肥災蓋衣 挑戰開始的前一天 我來到聯合醫院測量了身體的各項素質 體組成 運動心電圖 靜態心電圖 尿液成分 血液素質 MRI 磁症噪影 甚至連精液品質檢驗都做了 我測試一下隔音這麼差喔 我怕我開太大聲了 目前體重76.3公斤 體脂肪12.6% 以一般人來說算是偏低的體脂率 但以健身人來說就一個字 有 醫師們又是怎麼看我目前的其他各項素質 你的血糖是很漂亮的 你的膽固醇是非常低的 我比一般正常人還要健康啊 總之 檢驗報告出來 我目前就是一個 健康人蓋衣 接下來我會開啟一個月的素食之旅 就是每天只吃大家口中的素食 Fast Food 來看看一個月後我的體態 體組成 以及各項素質有什麼差異 開始一個月的素食挑戰 那第一週呢我只會吃麥當勞 來了 第一派只看熱量不看進食內容的朋友 我用身體例行來支持你們 首先第一個禮拜我就從麥當勞開始吃 每天我們吃進去的熱量 都會被身體分配到需要它的地方 而如果攝取過多熱量 身體會透過脂肪的形式 把熱量儲存起來 預備不時之軀 我們的肌肉 與體脂肪 每天都在做拉扯 無時無刻 都在增加那些吃進去的熱量 而健身運動 就是一個能讓肌肉 戰勝體脂肪的良好方法 當你健身完 你身上的肌肉 會很需要獲取養分 這個時候進食呢 就可以讓更多的熱量 提供給肌肉 並不是說健身運動 會直接燃燒你的體脂肪 而是在你運動之後呢 從飲食上攝取的能量 會更多的被肌肉獲取 肌肉拿的多了 脂肪就拿的少了 脂肪拿的少了 你就會變苗條了 反之 如果你都不運動 肌肉對養分的需求很低 那這些多餘的熱量呢 就只好送給體脂肪了 由此可見運動強度 對我們減肥瘦身的重要性 強度越高 越能爭奪更多的能量到肌肉上 耶 麥當勞歡樂壽 但還是那句話 不論你練得再多 你每日總量攝取超高的話 還是會胖啊 迅酷安格斯牛肉堡 584大卡 原味麥炊雞 323大卡 雙倍Oil 丁旋風 463大卡 BLT 辣椎雞腿堡 525大卡 6塊麥克雞塊 266大卡 可口可樂 199大卡 大份薯條 529大卡 每日299大卡達成 一週過去了 我的體重 體脂率 肌肉量幾乎沒變 但線條看起來就是差了一些 原因就在於過去一週的飲食內容 攝入了過多的鹽分 導致我體內的 鈉含量過高 細胞外移上升 也讓我看起來腫了一些 過去我都把太多的注意力 放在糖分跟脂肪的身上 並沒有太在意 使用過多的鹽分 對身體的傷害有多大 有一些垃圾食物 然後它會包含高鹽 就是鹽巴加的比較多 就是鈉會比較高一些 高鹽的部分 就是會讓你的血壓 一般來說會比較上升 如果平常是吃比較清淡的 突然間變得高鹽的飲食 那血壓的部分應該會滿明顯 你會覺得的確會比較高 如果之前有再量的話 你吃的東西裡面 都比較鹹 所以我們預期你的血壓 一個月之後 你可能會稍微高了一點點 以高血壓這個疾病來講的話 跟十大十一裡面 四到五個疾病有關 比如說中風 心肌梗塞 心衰竭 洗腎 這些都是跟高血壓有直接的相關 所以你血壓越高 這些風險就越高 第二週開始 我帶著一些細胞外移 還有體內的高鈉 走進肯德基 先來一口 熔岩 花生醬 炸雞塊 薯條 蛋糖 檸檬紅茶 高糖 高油脂 我排過了很多飲食的挑戰 比如說像斷食五天 素食三十天 跟這次的素食三十天 最痛苦的是這次的素食三十天 因為其實我對炸物不是特別感興趣 一天最早要吃到兩餐 然後都是這種 漢堡啊 炸雞啊 薯條啊 蛋糖啊 雞塊這類的炸物 這個時間一拉長 其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開心 因為椰島素的波動太大 所以我沒有辦法在吃完素食之後 可能一個小時後就可以進行訓練 長時間充飲食會讓我的血糖值波動很大 除了會讓我感到昏昏欲墜 訓練工作時很難專注以外呢 更重要的是 會讓我需要更多的胰島素 來幫助我維持血糖的穩定 長期下來容易造成胰臟過勞 大大提高糖尿病的風險 這是一個任兼雞腿堡 很多人聽到漢堡的必一反應就是 垃圾食物 首先 我沒有惹你們任何人 你們稱呼為垃圾食物 這公平嗎 啊 我們來看一下漢堡的組成 麵包 主要是由金製麵粉烤製而成 金製麵粉屬於簡單碳水化合物 升糖指數高 使用後人體必須分泌大量的胰島素 來抑制身高的血糖質 雞腿排 培根 油炸後的肉類 包括雞豬 尿 主要為脂肪和蛋白質 高溫狂潤的食物呢 比低溫狂潤的食物含有更高的水平 成為晚期糖質化中產物的化合物 增加糖尿病和心臟病等疾病風險 番茄片 原液生菜 漢堡中的蔬菜大多都是生菜 像是洋蔥 番茄其中具有纖維素 維生素 匡物質 與微量元素 是對人體健康有益的 但一個漢堡中的菜料呢 實在是少之又少 番茄醬 燒烤醬 不同的漢堡中 醬料構成各有差異 但其實就是脂肪 鹽分與糖的組合 那從我以上幾點來看呢 我們來聽聽營養食對素食熱量的看法 那像大的薯條的話 它的料量大概就有兩碗飯左右 那它其實裡面的碳水化合物 大概只有一碗飯 那剩下的部分都是脂肪的比例在裡面 所以你其實不知不覺很快的就吃完了一包 但是它的熱量你得到了兩碗飯的熱量在裡面 兩週的時間過去了 在每日總量攝取控制在2900大卡的狀態下 我的體重 體質率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但是 鏡子不會騙人 目測起來體態就是比上週再更差一些 除了體態呢 有很多發生在我生理上的訊息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仔細聽好 這兩週我明顯感覺 也要恢復變差 在訓練上我自己也恢復不上以前的進度 原定要訓練五組的量 我做完三到四組後 體力就像斷崖式的下降 突然之間就會覺得力不從心 另外像是晚上睡眠品質變差 早上變得想賴床 起床後無精打采等 因為我本身是過敏體質 所以對飲食的反應呢 會比一般人來的再更強烈 但你沒看到在我進行兩週的素食之後呢 我的皮膚明顯變差 像是臉上的痘痘啊 眼角瓣喉 尤其是耳朵周圍的皮膚也非常非常的明顯 總是覺得東癢西癢的 我常常不自覺的 會在我的皮膚上摳來摳去的 這讓我的專注力呢 比以往差了許多 我印象中客以前上廁所都是乾乾脆脆 進去 動作 結束 任務達成 但這兩週呢 沒看完一集影片 我是出不來的 經過前兩週 麥當勞和肯德基的洗力 第三週我轉為進攻和寶王 漢堡王的漢堡就兩個字 扎死 不管是漢堡包的厚度 肉量 起司量 培根量 醬料量 都不是等賢之輩 麥當勞肯德基 份量大的漢堡 大概熱量在500到550大卡之間 漢堡王 分量大的漢堡 一個竟然可以高達800到1200大卡 哇 我一天只需要兩個重磅培根 雙層牛肉堡 外加兩杯檸檬紅茶 就可以滿足我一天的總熱量攝取 我已經感受到我體內的血糖 你在重重遇動 很多人都說素食吃多了會影響性能力 然後我覺得性能力呢 它就是一個反應在你生理機能上的一個健康指標 一個身體強壯開朗樂觀的人 無時無刻都是精力充沛 但是一個病奄奄心情不好的人 他每天無精打采的 哪有心力去想其他的事 我前面有說到這好素食兩週之後呢 我的肥皂恢復下降 我的訓練呢 跟不上以前的進度 我的睡眠品質變差 早上起床呢 變得想要賴床 那起床後呢 也變得無精打采 綜合以上幾點來看呢 我的慾望確實也不如遺忘 精子本來是儲存在我們的副稿裡面的 但是如果說你吃了這麼多 比較高油脂的東西 它的這些氧化的壓力 就會影響到我們身體 那精子基本上是一個很脆弱的一個細胞 它就很容易受到這些氧化壓力的影響 可能就會影響到它的品質 我們都會說 陰莖的勃起功能啊 是這個比心臟科 會發生問題的時間來得早一點 因為呢 通往陰莖的血管的動脈 它大概是1mm 1毫米的寬度 但是心臟的冠狀動脈大概是2到3 然後勃起這件事情又是很敏感的嘛 對不對 所以變成是說 當你勃起功能出現問題的時候呢 其實就代表你未來 會發生心血管疾病的機會是大增的 隨著邊吃邊研究 這些飲食對身體的負面影響 伴隨而來的恐懼感也越來越高 哇 還有一週才能結束這種飲食模式 好痛苦啊 前三週都是美式素食 最後一週我要轉為台式素食 頂呱呱 TKK 有呱呱雞排 啊一個呱呱雞排 呱呱雞排23號不好 好 好 開動啦 你們知道底瓜瓜最特別的是什麼 就是它是個明星上帝瓜瓜包 瓜瓜包就是裡面是香菇露美飯加瘦豬肉 然後外面裹一層雞皮下去油炸 吃起來會很像雞皮配油飯 雖然我不是料理專家 但這聽起來很讚對吧 還有它這個地瓜薯條 因為前三家都是馬鈴薯 配上漢堡 那今天終於可以讓我吃到地瓜 飯 還有烤雞腿了 哇 還是台灣最對味 地瓜薯條 354大卡 甜甜包 225大卡 愛永雞塊 271大卡 薯球 261大卡 瓜瓜包 331大卡 無敵烤腿 480大卡 瓜瓜雞排 546大卡 玉米濃湯 201大卡 紅茶雪泥 288大卡 雖然影片中大家看我是在店內使用 但我大多時候都是叫我外送 或是外帶回家住在電腦螢幕前 配著電影慢慢享用我的餐點 跟大家分享一個比對圖 左邊是我這30天的飲食中 納糖脂肪的平均攝取量 右邊是衛生署建議每日攝取量 以我體重76公斤來算 沒有一項是在建議標準內的 脂肪更是高到了建議攝取的兩倍量 終於到了30天 明天就要再去一次聯合醫院做第二次的身體健康檢查 來看一看跟一個月前身體有什麼比較明顯的差異 那這是我素食30天的最後一餐 就讓我用台灣的驕傲瓜瓜包 來做一個完美的收尾 30天素食計劃第一天 體重76.3公斤 骨骼肌重38.7公斤 體脂肪重9.6公斤 體脂率12.6% 30天素食計劃第三十天 體重76.7公斤 骨骼肌重38.8公斤 體脂肪重9.9公斤 體脂率12.8% 控制在每日總量攝取2900大卡的狀態下 為期30天的素食計劃 體重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這點不意外 但體脂率其實比我預期的還要再低一些 我本來以為會來到13.6%左右 看來呢有做到控制熱量 有規律的運動習慣 儘管我吃了一規律的素食 體組成好像也並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比較讓我意外的是我的骨骼肌在素食30天後 不但沒有減少還多增加了0.1公斤 大家知道我在這30天內是完全沒碰補充品的喔 那當然也可能是受到體水分的影響 因為鈉含量過高 細胞外溢增加 導致肌肉量的判定上有些微的誤差 但不論素質怎麼說 我們在肉眼目測上就是可以明顯看出 兩個不同階段體態上的差異 挑戰結束後 我再次來到了聯合醫院 測量了身體的各項素質 體組成運動心電圖 靜態心電圖 尿液成分 血液素質 MRI 磁鎮造影 也再次檢驗了精液品質 今天最艱難的一戰 加油 有 結束了 你還有在錄喔 有 太快了 不是啊 你們可以去休息一下 等我一下 我要 醞釀一下 那健康檢查報告出來之後呢 我的身體被驗出了一些不良反應 那這邊就來跟大家分享 三個最嚴重的問題 本來是90幾 增加到130幾 它增加了40%的 長期下來會造成我們的 周狀動脈硬化 當飲食習慣變差 體重過重或肥胖時 體內就會產生慢性發炎 加上 低密度膽固醇 就會造成動脈血管壁的斑塊機具 使動脈血管硬化 狹窄甚至阻塞 這個過程就是動脈周狀硬化 造成我們常見的心臟血管疾病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我這一個月吃的飲食 就很符合我 對心臟不好的飲食 這次的素食挑戰 短短三十天 就讓我的低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指數 從原本的91 直接飆升到136 大家都知道 130以上就是紅字了 如果長時間進行這種飲食方式 很難想像 對我的心血管 會造成多大的危害 雖然 當然該依的這個金子的數目 還是一樣很多 但是呢 這個金子的品質卻大幅的下降 這個金子的生成 大概是需要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金子的數量 在這個一個月的挑戰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呢 儲存金子的容器 就是搞完跟復搞 卻因為我們常常吃素食 這些油炸的食品 它還有一些自由基 還有氧化物 導致身體裡面的氧化壓力 跟發營反應增加了 那這樣就會影響到我們金子的品質 尤其是金子的活動度 本來還算是正常的 接近滿分 但現在呢 已經掉到不及格了 這就告訴我們 如果說你真的很想要懷孕的話呢 只要避免這些油炸的食品 儘管素食一個月後 我的Embody身體組成分析 體脂肪的部分 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但是當我看到MRI 磁症噪影的時候 我有點被嚇到了 皮下脂肪的厚度呢 用露眼其實是看不出太大差異的 但重點就在於內臟脂肪的部分 很明顯厚了一圈 短短30天的素食 就讓我的內臟脂肪 以露眼可見的速度飛快成長 這已經不是單靠運動可以改善的問題了 要消除內臟脂肪呢 除了規律的運動習慣之外呢 我必須更重視我的飲食內容 才能再把我的內臟脂肪消下來 大家要知道 內臟脂肪 它可是要比皮下的脂肪 還要再更難搞的大魔王 這也難怪 明明體組成分析 體脂率沒有太大的差異 肚子看起來卻還是胖了一圈 抓到了 就是你內臟脂肪在搞怪 看到這裡還會有人覺得 直觀總量攝取不管禁食的內容是行得通的嗎 在我看來呢 不去挑選你禁食的內容物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如果我們把減脂減肥比喻成考試 那麼熱量赤肪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只是在及格的邊緣 我們還有很多加分跟扣分的項目 例如運動 多喝水 低糖 低鹽 好油 蛋白質充足等等 都可以幫助我們在減肥這個考試中 達到加分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只做到熱量赤肪 你不運動 不喝水 作息 不規律 飲食不挑選 那也是一個不及格的減肥過程 那麼你是第一派還是第二派 請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吧 我是建議蓋意祝大家身體健康 減肥成功 我們下次見 掰掰